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谢谢 很高兴今天没有这个机会 受邀请在这边跟大家 演讲不敢当 我们就是互相交换一下心得讨和印象 我今天被指派的这个题目就是收下来的治疗 我们这一场是专业场 但是因为在座有不同科的医师 然后可能有一些护理师 还有是或药剂师等等 因为大家的背景都很类似 但是因为这个格好如格三 所以我把今天的内容 我会很想不要讲得太神 就讲得浅显一点 这样让大家可以重点 重点大家可以听得进去 我想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讲得太多太复杂的话 老实讲那个是我们明朗可医师的事情 太多太复杂 没有把重点吸收进去 发生是不太好 那我希望可以留个10到15分钟给各位提 我今天讲的大纲是这样子 我会把生物性癌稍微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 然后它的 因为它是癌症 总是要讲一些分级也分级 然后接下来讲的就是重点 瘦性癌的治疗 那治疗大概有这几个方式 积极监测观察等待 然后跟除性的瘦性切入手术 就是radio prostatone 放射治疗 荷尔蒙治疗 化学治疗 以及比较新的荷尔蒙治疗 那它的 我们常在比较专业的文献上 它是用这个男性和尔蒙受体为标靶的药物的治疗 那再来讲一些所谓的 这个新的治疗方式 对不起 我这边稍微等一下 好 那我们来先很简单的介绍一下 摄护腺癌症 这个prostate cancer 那这边先讲一下 摄护腺跟前预性是一样的东西 这个大家都知道 摄护腺只有男性才有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了 那你坐在专业厂 我讲这两个你一定都知道 不知道 没关系 现在就知道 那根据我们卫福部的统计资料 它在105年的时候 那因为卫福拉的资料就是说 它都已经更新到最新 但是最新的话就是说 大概是前三年的资料这样子 那明年的话才会106年 那根据105年 它的这个发生率 男性prostate cancer是排在第5位 死亡率是排在第7位 那105年初次诊断 也就是说新诊断的摄护腺癌症的病患 有5359位 所以每一年大概是500多位 这样新诊断的病例 那它的年龄的中位数是73岁 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 这个是男性 那都是年纪比较大才诊断出来的 那因为这个摄护腺癌症状而死亡的呢 在105年有1347位 在新诊断的病例里面 有多少病例是没有转移的 大约是三分之二 那换句话说 有三分之一 在初次诊断 我们就发现说 它已经转移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行色物腺 这个恶性症状 色物腺癌症 它的症状呢 跟色物腺肥大 其实非常相近 所以呢 常常患者 他不知道他已经有这个问题 那也没有定期去接受健康检查 所以有的人在诊断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转移出去 好 那这也是胃部的一个统计图 从这图 那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 这个左边这个是新诊断的病例 年龄大部分是落在七十几岁 对不对 高崩期是75岁到80岁 这样子 那在40岁以前诊断出来的 几乎没有 那当然这个死亡率呢 就跟着这个发射率呢 是同步的 大部分都是在80几岁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诊断这个色物腺癌症 凌床上我们大概就是 泌尿科医症最常用的两个工具 一个就是抽血 要看什么呢 我们叫做色物腺特定考研 讲这个色物腺特定考研 很多人都讲这个太简深 对我们常常用病患讲 我们也不会用这个字 很简单的说 色物腺的指数 色物腺的肿瘤指数 那英文就检测PSA 它的权名是prostase acid antigen 那大家都知道正常是定在4 4 nanogram 里面影像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肛门治疹 那因为在临床上 这两个使用是最方便的 那你说终于是还有影像 对但是影像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会刚好有影像 可以检查 那超音波有它的极限 超音波可以看社会界大球 但超音波要来整个这个社会界癌症 老实讲 所有的prostase cancer 超音波大概只能看出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是看不太出来的 所以接下来你要确诊它怎么办 一定要经过企业片 所以只要是PSA或者是刚诊这两个 其中只要有一个异常 其实就应该要接受切片 那目前切片最常做的就是 经济上超音波的切片 那像这样子呢 那你说发生率大多都在七十几岁 但是刚刚刚那个图 四五十岁以上开始 就有一些病例发生 好 那我们对于大众的教育是这样子 就是五十岁以上的男性 每年应该接受一次刚诊 跟PSA的检查 但是直系亲属 比如说父亲被祖父被幼的话 那这个应该要提前五岁 从四十五岁就开始做这个检查 那摄物腺癌诊断出来以后 我们有分级跟分级 分级的意思就是对这个摄物腺的肿瘤细胞 我们来看细胞的恶性程度 那全世界目前采用的都是 所谓的格里森分级系统 Gleason grading system 那它把这个细胞呢 依照恶性的程度分成一到五 就给它打分数一分到五分 一分是代表最接近正常的 那五分呢 换句话就是恶性程度最高的 但是通常在显微镜底下 不是所有的细胞都长的一个样子 那整个细胞有的看起来比较恶性 看起来没有那么恶性 因此呢 这个格里森分级系统它是这样 它就是把最多的细胞的分数 放在第一个 次多的放在第二个 然后就会有几加几 对不对 所以呢 就三加四 各位早上听到的四加五等等 那假如你说这整片卡剧 所有细胞都长得一样 那就会产生什么 叫三加三 四加四 五加五 这样子 所以两个加起来最低分是什么 最低分是两分 对不对 最高分十分 好 那这个国际密尿病理协会 它在2014年 还有跟WHO 为了让大家比较更清楚 因为你假如是总分是2到10的话 这分9的等级 那大家就是会很乱 那就把它简化成五个 所谓的这个grade group 那2到6分都归在1 这个表格大家 假如我讲给大家自己看一下 这边出来的这个分组 它是跟欲后有关系的 所以这边很重要跟大家讲 总分是7分 落在中间没有错 3加4跟4加3 它的临床意义是不太一样 3加4比4加3的欲后要好一些 这个大家从分组就可以看出来 好 那分期 分期的话 我们分临床分期跟病理分期 临床分期的话 基本上只依赖肛诊 也就是说医师的手指去看 那一般来讲 临床分期这边是不采用影像的 那这边我就不要期待 病理分期是什么 假如病人有接受过手术 那整个社会现场去看 就可以确切知道 我们这个细胞的范围在哪里 来分期 那接下来这个是淋巴 淋巴就是看看有没有局部淋巴清淡 淋巴的局部的淋巴转移 什么叫做局部淋巴 简单的说 骨盆腔里面 在主动脉分插一下 LT-bifurcation以下的骨盆腔的淋巴 这边叫做局部淋巴 超过这边就不是局部淋巴 所以远处转移 没有远处转移就是M0 有就是M1 那M1又分成AV7 这个是我们应该可以是比较在常用 其实这边就只有远处有转移没有转移 这样比较好记 好 那这个是欧洲咽尿科学会 他把这个几个参数放在一起 然后病人诊断出来之后 把它归类成所谓的低风险 中度风险高度风险 那美国咽尿科学会有他们自己的系统非常详细 但是不是完全一样 那我这边为什么只举这个欧洲咽尿科学会 因为我们看到面料科学会是跟EAM合作 那我们大部分采用的是他们的系统 那假如说你有进到我们学会的网站 你查得到资料也都是以这个为基础 所以我今天就是提欧洲咽尿科学会 我们看一下低风险 什么叫做低风险 那中度风险呢 GAC10到20 或者 这边是或者 隔离成分数大于等于7 或者这个 对不起 隔离成分数是7 或者摸起来两边都有 就四后线的错误两边都有 但是他们要重复报 高度风险在这 我就不要一个一个念 那高度风险呢 这边都把它分成两组 这边的这个高度风险 就是 直诊看起来 它还没有跑出色物线 你注意看这边摸起来 并没有色物线以外的情感 但是这边呢 就是已经有了 就是已经有淋巴出来 或者是你摸起来就是很明显 它可能它跟直肠连在一起分开 那你觉得它摸起来 刚整起来 它有传出帮助 就是在这一组 那在这边基本上 它还是在局部的 这边我们讲局部情感 就是说local advanced 这两组的治疗方式 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对不对 等一下我会再说 好 那我们色物线癌的治疗 其实把它分组 大家都觉得说 它分组很简单 敌风险就做什么治疗 但是色物线癌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就是 色物线癌大家都知道进展很缓慢 所以相对其他癌症 它比较温和 所以有些人可能钟情深 他都不会因为这个 来威胁到他的生命 所以我们在考量上 就不单纯只有看他疾病的条件 我们要看病人本身的条件 病人的年龄 家族是否长寿 为什么讲家族是否长寿 比如说有个病人 他色物线承断出来80岁 你说这年纪这么大 我们就采取比较缓和一点治疗 病人说我现在身体状况很好 我爸爸活到110岁 他考量就不一样 那你懂我的意思 像心肺功能是否很好 因为我们要决定 是不是能够接受比较亲母亲的治疗 基本上心肺功能这些要好 然后你不能有很多的内分问题 所以说比如说一个患者 他60岁诊断出来 但是他已经曾经中国风 来看门诊的时候是做的轮椅来的 他的心肺功能很不好 即使他60岁对我们来说相对年轻 那这种我们采取的就是会比较温和 那相反的我刚刚觉得80岁 但是他身体状况很好 他家族都很长寿 可能我们采取治疗方式就会比较积极 那受性癌的治疗有分成这么多 有一个叫积极检测 有一个叫观察等待 这个我等下都解 再来就是手术 手术是跟初心的手术 Radical prostatectomy 那再来是放射治疗 荷尔蒙治疗 化学治疗 还有这个以男性荷尔蒙受气 为标靶的药物治疗 还有其他治疗方式 我们先讲一下积极监测跟观察等待 这两个是有不一样的意思 什么叫做积极监测 就是说今天诊断出来以后 假如我们现在立刻就做积极的治疗的话 那可能病患他要牺牲掉一些东西 比如说手术以后可能不得已 勃起神经要切除 那他勃起的功能就没有 所以积极先生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是应该有积极治疗 那我可不可以慢一点再实施积极治疗 我就是等目前他的情况还可以不用马上治疗 我们就一直追踪追踪 直到病情开始要变更严重 那个时候才赶快来做一个积极的治疗 也就是说把这个积极治疗的时间往后延 但是前提是什么 不影响病人的存活率 不影响病人的存活率 基本上病人的条件量余病要超过10年 而且他是比较适用于低风险度的病人 那话不说就是中部风险高度风险 病情的进展会比较快 这要特别注意 那积极监测这边呢 我们积极监测什么 除了定期要做钢诊 然后PSA之外 可能必要的时候必须要再次切片 因为你不做切片 你怎么知道它的隔离时间分数 它原来可能是3加3 那你怎么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变成3加4 4加3 是不是变成4加4都有可能 所以说必要的时候必须要再次切片 那观察等待就不一样 观察等待就是很高手 就是这个病人诊断出来已经90岁 那你想说你这个治疗可能给它带来的好处 并不会太多 但是你治疗以后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会影响到它的生活品质 所以这边就是医病人的情况调整 它有症状 它出现什么症状呢 再来针对症状的治疗 那这种情况我们就不会一定要追踪PSA 也不会说一定要再把它抓来做症状 所以这边是很有弹性的 所以任何症状的病人 假如它适合观察等待也都可以採用 好 跟足性的射无线切除手术 这个是radial prostatic 那手术大家都知道要把射无线除菌拿掉 甚至要做骨盆浆的淋巴口床 它可以开放式的做 那也可以用这个微创手术 用腹腔筋或者用奇迹手笔 但是因为这个地方它在国家比较深 那傅将军老师讲 它比较难做得很惊喜 所以现在绝大部分的脚 选择是微创手术 大部分都是极其手臂 极其手臂目前在台湾 占所有射无线radical prostatic 大概是七层 另外三层是什么 就是传统的 open the radical prostatic 那因为极其手臂要自肺 所以病人的选择会有一些不一样 那大家就知道了 手术能拿掉的东西是固定的 所以基本上怎么样 我们的肿瘤细胞 假如超出这个范围 就不适合这样的手术 我今天开了就只有摄护线 你假如说这个的细胞已经跑到领巴 甚至跑到骨头 我用手术单一的方式 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病情控制住 所以这边适应症很简单 就是说它是局限在摄护线里面 而且因为要接受手术 病人的育命要大于10年 没有严重的心肺功能 才会实行这个手术 那这边为什么都说育命大于10年 大家会觉得里面 为什么都说10年 因为我们摄护线的治疗 开刀跟我们底下讲的放射治疗 这两个治疗 基本上都可以把局限在摄护线里面的摄护线癌 整个把它根除掉 也就是说可以达到治愈 Cure的目的 而且这两个治疗 10年的效果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 所以超过10年来开刀 是比较有意义的 那这个禁忌症 刚才会有点想法是条件不好 或是灵血功能不好 另外就是说这个范围已经超过摄护线 另外一个就是余米小律10年 可能病发症在哪些 手术 那总是难免出血 其实最令患者会担心的 就是手术以后的病发症 一个是什么 小便的控制尿视镜 另外一个是勃起功能障碍 那这个勃起功能障碍 因为摄护线大象是一个球体 贴在社会间的外围 左右两边的神经网路 就是我们南生空的勃起的神经 这个性功能要保留 那神经网路一定要保留 神经网路能不能保留 老师讲 不是看手术 想保留就不是这样 是要看病情 基本上假如整个细胞 比较很靠近 比如说右边的外侧 右边的神经可能就没办法勉强保留 因为我们这个是要把cancer cell 要把这个癌细胞给它移除 所以有的时候勃起功能会收一些些 那至于尿视镜 现在手术技术已经不像几十年前了 现在手术技术真的很进步 不管你采用什么方式 现在真正发生尿视镜 大概不到百分之五 好 好 那这边 各位有奖励的话就回去 就是自己慢慢看一下 这个RALT 这个是机器手臂手术 中间这个是护降精手术 右边这个是开放精手术 那这边就是各种不同的并发症 那这边是并发症把它分 打分数 一二三四五 这个越高就表示越严重 那基本上呢 不管量哪个方式 其实看起来都蛮安全的 然后并发症的几率 其实真的都很低 好 那讲到这个放射治疗 放射治疗是什么 它就是用影像 把射物线做一个定位 定位以后呢 让这个放射线 比如说是直线加速器 把让这个射物线 这个地方的剂量 可以达到 让细胞致死的剂量 然后不要过分伤及周边正常组织 常用的方式有这一些 那目前大概大部分医院都是 这个所谓的3D CRT 或者是IMRT 那至于说放这个核种在里面的 国内只有少数一两家医院有在住 那它适应这个是什么 因为你既然放 这个照射只能照射物线 所以基本上它也是局限 或者是局部清单 也就是说没有远端的转移 那你假如说跑得太远的话 你只放射线只照骨盆枪不够 那你放射线可不可以全能照 大家也都照不可能 放射心 reactions 这个接受dy 它有一个湘线 你不可能全身照 好 那可能併发生悶羪 因为既然是照射入线 所以你射入线旁边的一些正常境外 可能因此会受到 所以最常见的人是直肠跟胆穏 大约有60%的病人在做的时候 会有一些轻微的副作用 但是这做完 这疗程结束以后 它会改善 那比较留下来 比较长久的副作用 比如说慢性膀胱发炎 这个机会就高 也占12.5% 那不定期的腹血 占9.7% 脂肠炎7.8% 脂肠初卷4.4% 造成膀胱出口 或者尿到下 脂肠炎7.3% 血尿占3.3% 好 接下来再介绍荷尔蒙治疗 为什么要讲荷尔蒙治疗 这边很简单的跟各位说 我们的脑下垂体 它的上面 这个下肆就这边 它会释放一个LHRH的荷尔蒙 会叫脑下垂体 Felmy LH LH就经过血液到我们的睾丸 然后跟睾丸讲 要制造男性荷尔蒙 这个男性荷尔蒙进到肿瘤细胞以后 它跟男性荷尔蒙的接收器 Androgen receptor 结合在一起以后 它就跑到细胞核里面 就引起了一连串下垂的反应 就跟这个细胞说要增生 那所以首先细胞就会一直分离 然后到处乱跑 那这个血液中的男性荷尔蒙 搞完来的占了90%到95% 那你说另外的5到10%是由肾脏线制造 肾脏线它也制造男性荷尔蒙 那用荷尔蒙来治疗 简单的说就是要把男性荷尔蒙给它去除掉 没有了这个男性荷尔蒙 因为没有这个下游的一连串的群泡的传递 我们的这个肿瘤细胞它就会萎缩 会死化 原理就是在这边抑制其生长 抑制我们的cancer cell的生长 那事实上这个正确的名称叫做男性荷尔蒙去除治疗 要把我们的男性荷尔拿掉 最简单的是什么 大家都想就把工厂给它拆掉 就是把两边膏盘拿掉 但两边膏盘拿掉还要生上线 所以也有用药物 药物不管我们是用LHRH的 Agonis或者是Antagonis 这两个都可以 它就会造成我们学医中的男性荷尔蒙 到达一个所谓的去世的程度 也就是说几乎测得到到Castration Label 那假如说这两个没有效的时候 我们就会再开始考虑 要不要加上所谓的抗男性荷尔蒙 甚至用鱼性荷尔蒙 那用后面这两个目前比较少 因为这两个的副作用相对上比起上面这两个稍微淡一点点 那我们不管是用LHRH H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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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R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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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H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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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LH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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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H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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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H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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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O 至于你说我用这两个药物或者是把睾丸切除效果不一样 没有 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把两侧睾丸切除的大概是越来越少 它的适应症很多 通常它是用来配合放射治疗 或者是说这个病人他诊断的时候 他已经有远处转移 那远处转移大家都知道开刀没有办法 放射治疗没有办法 他就只有用荷尔蒙治疗 所以各位就只要记得 荷尔蒙治疗就是针对摄护腺癌比较晚期的病人 我们要用荷尔蒙治疗 那它的副作用哪些呢 其实就点像女性的高年期 这个欲望会丧失 这个就不用讲 一定的 因为男性能不能被压起来 全身会潮热 会倒汗 那再来就是男性女乳化 那使用的时间更长 可能就会帮到什么 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就比较容易骨折 贫血 然后心智的敏锐度会受到影响 会下降 肌肉耗失 体重增加 这主要是什么 这个水 就比较容易水肿 水增加了 那感觉到疲倦 胆固醇增加 忧郁 心血管疾病增加 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 甚至心脏病发作 这么多副作用 看起来好像很可怕 但是临床那么多病人灾 为什么不可怕 因为它是很慢很慢才发射的 通常都是用了非常久 这些才会开始慢慢出来 所以它没有那么明显 不像说手术不重要 开完刚刚马上就碰到病人 就很难忘说 这不应该选择开到这么痛 但是上次有的时候这个是不一样 好 那我们讲化学治疗 这化学治疗 在以前对社物性很紧张 是没有效的 因为化学治疗是什么 要直接毒杀那些肿瘤细胞 它毒杀方式通常的细胞分裂越快 越容易死亡 我们社物性还是细胞分裂很慢 那我们身体里面像不分裂的细胞 像心脏 脑 骨头这些细胞 它不分裂 所以我们用化疗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有些很快在分裂的 比如说毛囊 比如说我们的肠胃到的上瓶细胞 比如说造群细胞 因为它分裂很快 也就会受到化疗药物的影响 所以常常我们用化疗 它的一些副作用常常就是那些 目前化学治疗它的 它的定位就是说在荷尔蒙失效以后 我们就会考虑 是不是采用化学治疗 荷尔蒙用一段时间失效 现在叫做去世抗性摄护性 那既然已经进到这个 那男性荷尔蒙的治疗都被停 不行 因为停了以后 病人的死亡率会变得比较高 所以即使是效 这个我们所谓的 所以肝脂菌deberation sterile要继续 不能停 然后再加码化疗 化疗目前有两种人 一个就是子散唇 或者叫Docitazo 这是它的学名 第一线 第二线是Kawazitazo 它确实可以延长 延长多少 第一线三个月 第二线2.4个月 整个看起来好像蛮悲哀的 不过至少有进步了 在以前是完全没有效的 那可能的副作人们 大家都知道 显而易见 造学受到影响 肠胃上病受到影响 就是胃口无症这些 新的和尔蒙的药物治疗 最主要就是这两种 一个叫做折科 一个叫安科探 前面这个是它的学名 这边是伤病名 那你看它的健保适应症 这两个 你回去仔细看 一模一样 没有错一模一样 这两个药非常相近 所以它的适应症 也是一模一样 其实简单的说 就是静眼睛 静眼睛进入所谓的 去世抗性的荷尔蒙 就是CRPC之后 不管有没有那么多化疗 都可以考虑这个药 那现在化疗 因为它副作人 所以化疗 它的地位一直在被往后推 那这边 像是那个哲科 它就是阻断 主要是肾上线这边 它制造男性荷尔蒙的passway 那像是安科探 它主要阻断的是这边 就是安卓探 跟安卓探 要binding binding之后 它是阻断的是这边 防止它binding 防止它binding 但是通常使用 临床使用 使用了一年以后 这些药物又会再变成失效 但是每个病人不尽相同 那它们有它们特别的一些副作用 像浙科 它因为阻断是肾上线的 制造的男性荷尔蒙的passway 但是因为那边 那个passway 它还要造很多其他的有用的荷尔蒙 那边被阻断以后 可能会发生血压会高 钾离子会流失 会造成hypoclemia 所以一般在用哲科 它要配合什么 它要补充肾上线的荷尔蒙 就是要补充prednisol 那安科探 它阻断不一样 所以它在使用的时候 不用配合prednisol 但是它会进到 穿过binding 进到脑袋可能 所以可能会有CQ的这些 那这一个大家就注意一下 有没有其他治疗方式 有 各位一定听过 人动治疗跟海浮道治疗 这两个治疗方式 它基本上 比较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的景点 所以目前在国内 虽然卫服部已经通过 但是各位可能听到 使用这两个治疗方式它比较少 人动治疗就是用地温 海浮道 其实它不是开刀 海浮道就是用超音波 把对焦 然后会产生高热 在焦点的地方 一个用地温 一个用高的温 去把社会里面的肿瘤气泡 煞点 简单的说就是这样 好 我们以前 妙科医师最讨厌看prednisol 因为以前完全没有这些化疗 都没有用的时候 病人用了荷尔蒙治疗 叫荷尔蒙失效 就只能用supported treatment 最佳治疗方法 有了这个化疗的药物 这个化疗的药物 是比新的人 要更先发展出来的 终于在这个地方 有它的地位 现在有了新的药物 折科和颗蛋 然后化疗有第二线的capacitas 病人的这边出现一些曙光 这个地方终于可以把病人的情况 稍微再延缓一点 那化疗跟着我们的研究就发现 化疗在某些病人提前到一开始游泳 效果会比较好 那在哪些病人 所谓的hybridal disease 就是你诊断 它到处都转移 而且是非常大量的转移 那这种可能一开始的荷尔蒙 跟化疗一起用比较好 但是这个报告一直在出来 一直在进步 我今天跟我们讲的这个折科和颗蛋 可能明年你再来听这个科 这个药可能就被淘汰 也不一定 它的地位从后面化疗后 就被体检到化疗前 目前更新的报告已经出来 它可以再更提前 所以一开始就跟荷尔蒙 就一起使用 效果会更好 好 那这个是目前的治疗的趋势 就是这个药 还有很多新的药 我这边没有提 因为那个 没有还没有说非常厉害 而且国内没有 它提的就比较没有意思 好 我今天的报告就到这边 不想要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